欧洲议会充满严肃的气氛 因为目前议会卷入欧盟史上最大的贪腐案 而且涉嫌涉案的还是副议长凯利 比利时警方9日搜查了凯利位于布鲁塞尔的住处 并查扣了好几袋装了满满的现金 清查后高达60万欧元 折合台币将近2000万元 除了凯利之外 还有另外三人也被逮捕 包括她的伴侣 他们涉嫌收受来自卡达的贿赂 警方也朝向犯罪组织 贪污洗钱来调查这个案件 针对这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欧洲议会议长也说了重话 虽然目前警方只有透露 凯利是收到某海湾国家的贿赂 但是卡达的嫌疑最大 毕竟过去凯利多次为卡达的劳动状况辩护 日前她与卡达的劳工部长会面后 就表示举办世界杯可以推动政治转型 即使许多外籍移工 在兴建世界杯的场馆过程中伤亡 她还是胜赞卡达的劳工改革 目前欧洲议会已经终止凯利的职务 她也被逐出了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党团 她在母国希腊所属的希腊社会运动党 也开除了她的党籍 目前凯利在希腊的资产受到了冻结 如果最后调查结果属实 这恐怕会是欧洲议会史上最大的丑闻 让欧盟颜面扫地 环宇新闻学浩明综合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